今天我們聽第二篇讀經是舊約的《列王紀》上篇 提到阿里亞先知時代 由於當時的皇后伊執貝拉的影響 很多信天主的以色列人離棄了祖先的信仰 當時阿里亞先知宣告在那裏 會有三年都不會下雨 只有乾旱、飢荒和瘟疫 真是先知的話應驗了 而這個偶像巴爾失靈 為了追查責任當時的君王阿哈布諾命令 要捉拿阿里亞先知要處死他 在這個背景之下 策略了我們剛才聽這段讀經的故事 先知為了逃避君王的憤怒 他開始逃亡 他源自菲利基海岸到達扎爾法特 在城門後遇到一個寡婦 正是收集木材 準備用緊餘的最後一包麵粉 給他自己和兒子做些食物 由於寡婦相信了阿里亞先知 給先知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 而天主也祝福了寡婦的慷慨 他和兒子的糧食從來不會缺乏 直到這個肝悍結束 這個動人的故事表現了天主對這位寡婦的憐憫 而在以色列文當中 很早都注意到天主特別對弱勢者 流浪者 孤兒和寡婦的眷顧 他們一無所有 但是他們相信天主在貧困當中 他們仍然有能力捐出生活的必需品 前幾天我和一些家長大家分享 其中都分享到校園的教育的重點 有一次學生上學第一課的時候 老師叫他們寫一個字 寫什麼字呢 寫什麼字呢 第一個字 不是寫一個愛字 是寫一個尊重 他想帶出了尊重的重要性 尊重就是看人 甚至看小動物 不是那麼矮 踩死牠了 或者這些這樣 或者同學來自不同的背景 去歧視人家 要尊重每一個人 尊重老師 尊重其他的同學 所以第一課尊重是非常之重要的 另外有個家長教他的小朋友 有需要就買 或者不需要 看看就可以了 有一次走到百貨公司的時間 小朋友很喜歡那些玩具 他跟媽媽說 媽媽我可不可以拍張照 媽媽就幫他拍張照 那個小朋友說 行了 媽媽我們就行了 教育到他 不是經常要 為了佔游 不是 這個教育非常之重要 教育到我們要先考慮別人 或者先考慮大家 如果讓人都由自己開始的話 會停留很自私 就像這個寡婦 他想不想自己僅餘的 人家有需要 就幫助其他人 今天我們聽的是 在馬爾谷谷福音 當時的經師 可以說他們是專門解釋 法律的人 他們的職業是合法的 而耶穌反對他們 是他們那種態度 耶穌對他們第一個譴責 就是他們那種虛偽 和那種炫耀 他們喜歡炫耀自己的知識 和名銜 為了獲取其他人的注意 而耶穌的教導 對今天的教會成員 都有很大的提醒 那種虛榮心 尋求守衛 渴慕榮譽 而忠於眾揚 和特權的情況 這一切 其實都是違反福音的精神 耶穌對經師的譴責 另一個很重要的一條就是 說他們吞世寡婦的財產 寡婦和孤兒流落汗 是天主特別保護的人 欺凌寡婦等人是有禍的 不正義對待其他人 對待他們 將會受到天主的懲罰 第三個譴責更加嚴重 就是他們假裝做長久的祈禱 以表現宗教義成 其實是騙自己 騙其他人 更加騙天主 寡婦的慷慨 是我們需要效法的榜樣 而他們那種態度 更加是真正基督徒 應該效法的 今天讀經當中 關注這位寡婦 和經師的特徵 是非常之不同 寡婦她不誇要自己的宗教虔誠 也不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她只是很簡單地 做回自己應該做的事 她沒有捐獻很多 但是她捐獻是她所有的一切 這位寡婦 因為這種徹底的愛 不單止成為真正門徒的肖像 也都成為耶穌基督的肖像 因為她捨棄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但是她可以施捨給其他的人 在昨天下午 我和堂居的堂家組 有聚會 大家都分享一下生活 其中有人提出了一個真人真事 話說在非洲 有一個很出名的世界級頂尖的足球明星 叫做馬來 只是她的轉匯費都需要三億多元 雖然她這麼有錢 但是她用的手機 原來那個屏幕都是爛爛的 有人問她為何你用一個破爛的手機呢 她說我為何要用十輛法拉里的車呢 她說我為何會有二十鑽石的手錶 或者兩架私人飛機呢 她說我曾經經歷過很餓 甚至餓死的時刻 她說我都在田裡耕葬很辛苦 我小時候很喜歡踢球 不過沒有鞋 不過今天我能夠有能力去幫助人 能夠建設很多學校和體育館 為了幫助這些極窮困的人 幫他們提供衣服 穿鞋 和食物 特別為那些很吃貧的人 給他們現金 她說我不需要誇要自己有豪華的車 或者很美的房 或者旅行 她說我更加開心的就是我的人民 能夠分享我得到好的生活 和他們分享本身已經是最緊要 在這個足球明星身上 我們看到這個窮寡婦的精神 更加看到耶穌基督的大愛 今天的聖經 給我們兩個的喜訊 第一 在以色列文當中 很早他們注意到天主對弱勢者 對孤兒寡婦的特別眷顧 他們一無所有 不過他們堅持相信天主 縱使他們在貧困當中 仍然有愛的能力去捐出生活的必須品 所以提醒我們需要學習他們 我們白白得來的一切 自願地白白地都和人分享 第二 寡婦的慷慨是我們需要學習的榜樣 特別他們時都是想人先這種態度 更加值得我們去效法 他們不誇耀自己的宗教虔誠 也不想引起人的注意 他們只是很簡單地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他們沒有捐出物質的很多 不過他們捐出的是他們整個的生命 讓我們能夠老老地學習 能夠活出聖言 在生活當中做多些 全犧牲 真愛人 常喜樂 全犧牲 真愛人 全犧牲 真愛人 全靈 succeed 全靈 谢谢观看